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99年大张运营在国奥比赛前彻夜炮发未归 足协已只是罚款5万元 前者不论是国家队正赛还是联赛比赛 都没有受到一丁点的影响 2000年米露受邀执教国足 积蓄的第一天 就被民宿豪海东大嘴抛空 认为米露只会浪费大家时间 他无法带领国足进入2002年韩日是皆碑 如果周俊成因此被全面停赛 停训一年 那么郝海东是不是应该终身竞赛 另一种对比也能说明一些问题 张修为因为酒驾滋事而被停赛九个月 毕竟他触犯到了法律 可周俊成又是犯了那条清规戒律 以至于让他受到了比张修为还要重的惩罚呢 于情于理 周俊成都不应该受到如此待遇 其实 不论是从五星体育的纸片人杨毅 还是著名足球记者基于两口中 我们都可以了解 到一个事实 足协对周俊成的处罚 一开始仅仅是两个月的对内竞赛处罚 然后又不知为何上升 到了本赛季结束 最后处罚决定通知出来的时候 白纸黑字写得清楚 竞赛一整年 就还没完 除了这封公开的处罚通知以外 足协还专门给上海申花递了一张罚单 要求申花俱乐部对周俊成不但要停赛 停讯 还要停止发薪水 如果事关国家队问题 足协完全可以照张办事 没必要牵扯到联赛当中 更没有必要让一个正处于上升级的国情主力 停赛停选而荒废一年宝贵时间 这一切的背后 的确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单纯 很多人把矛头指向了前北京国安退役球员张欣欣 也就是周俊成所顶撞的那位国情主教 在没有真凭实据的情况下 我们很难把所有问题都归结到个人恩怨上面 但如果真若如此 中国足球就太可笑了 尽管事情没那么单纯 但作为球迷的我们 却希望这只不过是一件最单纯的惩罚 为了国足也为了未来 一些这种独买的 一样的独买的 观传 这种独买这种独买